昨晚,国王做了一个噩梦, 他梦见有人要把他的牙齿全拔光。 今天一早,他命令一个大臣为他解梦, 想知道是什么预兆。 大臣听了国王的述说后,很认真地说, 陛下,这梦说王后和公主会比您早死。 国王听了,很生气, 令卫士将大臣打了三十大板并赶出皇宫。 这时,一个侍从向国王建议, 请国内最有名的算命先生来解梦。 国王马上答应了。 算命先生听了国王的述说后,很认真地说, 陛下,刚才那位大臣真该打, 其实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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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这梦说,陛下,王后和公主三人之中, 陛下的寿命最长。 国王高兴极了,赏了算命先生许多金子。 昨晚 国王 国王 噩梦 今天夜早 预兆 这一刻,我们来学习偏旁步手,树心旁。 请注意看,树 点 点 那我们来做一下测试吧。 看一看哪个字的步手是树心旁。 答对了,真聪明。 嗯,再想想,答对了,你真聪明。 答对了,真聪明。 认知部分。 这一刻,我们学习牙齿,头发,手指,脚踝。 请注意看画面。 请注意看画面。 跟我读 牙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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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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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齿 手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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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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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来做一下测试吧。 哪一个是脚踝 哪一个是脚踝 脚踝 答对了,真聪明。 配词部分。 仔细想一想,这个画面应该如何配词呢? 答案。 答对了,真聪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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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仔细想一想,这个画面应该如何配词呢? 答案。答对了,真聪明。 答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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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聪明。 仔细想一想。 箭射。答对了,你真聪明。 建议。答对了,真聪明。 建议。答对了,真聪明。 再来写几个量词,要记住啊! 请注意看画面,跟我读 顶 一顶帽子 件 一件衣服 条 一条领带 对 一对耳环 条 一条项链 双 一双袜子 我们来一起做练习吧! 看一下这个画面 用学到的量词大声地把它们读出来吧! 完成句子 认真想想刚才听到的故事 然后根据故事来做一下下面的练习 想想哪两句话能组成一个正确的句子呢? 听了大臣的解释 国王变得更加生气 答对了! 你真聪明! 这个一定也难不住你 好好想一想! 国王听了算命先生的话 高兴极了! 答对了! 真聪明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